好啦 我们大家知道悲观老汉嘛 这个大家人如其名 我很早就跟大家讲了 对不对 我记得千万我们节目有讨论过啊 有 我写了这三句话嘛 我还有一个月前就跟我讲 台北没得选 桃园没空间 高雄没人选 有 有 我记得很清楚 好多人都会骂我对不对 那为什么 因为我可能比大家更接近国民党一点点嘛 就是我看到那个状况是这样 我今天看到已经要台风下雨 然后我不叫你去收衣服吗 嘿嘿 台风要来了 赶快把衣服都晒出来 然后全部淋湿 白洗了吗 就这么简单 桃园的状况跟台南完全不一样 台南谢龙界被提名 这是谢龙界争取来的 所以我现在可以笃定的说 罗志强出局了吗 不要这样讲 赛数辅助了 变成不成 还不一定 但是大家也看得出来 大半不会提名他了 应该是说可能87% 不是 就党中央87% 不是考虑罗志强了 好不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 就说罗志强他有没有可能被提名 为国民党的桃园市场候选人 这件事情 还没有决定之前 他的几率不会是零 可是很明确的 这绝对不是目前国民党的主流意见 就像国民党原本的台南侍卫跟大家讲 应该陈以信跟谢龙界六四开 提陈以信占六成 提谢龙界只有四成 可是罗志强他在桃园不是 大概就是一九开 九成不提他 他本来就只有一趴 可是一趴也是趴啊 一趴也有可能会成功 对不对 你们讲说欢欢你不是预测谢龙界在台南 机会不大吗 后来还不是成了 谢龙界在台南成了 我也特别写了文章 还被拿去攻击谢龙界 我后来还补了第二天 你看谢龙界也有回应说 我讲的东西他都认同嘛 就是台南 台南确实是绿大于蓝 所以他要努力 现在看起来 党中央的评估是觉得说 反正台南真的是一个艰困选区 硬要提陈以信 最后整个党都受伤 22线是崩盘 国民党的这些 喜欢谢龙界之者通通跑掉 最后尽好就我讨厌你 我不投给你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是后续的反作用力要考量 台南没有国民党立委 观众朋友 不是有陈以信吗 他是不分区 不分区 但是他说我是台南人 那不一样的好不好 那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谢龙界是一个在地经营 二三十年的 三十年磨一剑 不会啦 那个韩国瑜选市长的时候 在地也没有立委 对 那个那个那个 我讲到重点了 对 就是因为在地没有立委 所以韩国瑜选市长 才会是艰苦但是感动人 对啊 但当在地有立委 而且还有三个的时候 对啊 你是一人要跳进来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越看越觉得说 越来欢欢讲的是真的 现在不是 我先跟大家讲 你们认识罗志强都不会比我久了 罗志强刚刚进入这个政坛 他在当马英九这个 总统参选人的发言人的时候 我就跟他贴贴在一起了 不然你们早时间 你可以问罗志强嘛 那我不是说我要 我现在是分析给大家了解政局 而不是说我去捧谁 或者是骂谁 让你喜欢谁不喜欢谁 你要投谁 你不投谁 你喜欢谁不喜欢谁 你自己决定 我只提供你讯息 状况差别 就是刚刚亮哥讲的 当桃园已经有三个 在地立委的时候 罗志强如果是台北市立委 我今天讲更白了 我们今天大新闻大爆怪 我们就直接一点 一刀破腰去西瓜破两边 如果罗志强是当过行政院长的 不一样了啦 行政院长对不对 那回来桃园 表现时候看着中桃园嘛 今天桃园地方看来是说 你台北市你是选议员 四年还没当完 我们这边是没有桃园市议员吗 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是 真实不是我凭空 晚上睡觉自己梦到的 而且还有立委 对 议员讲说我在桃园 有的议员都已经要干二十年了 难道我不是直达市市议员 桃园是直达市啊 为什么是你来选 你台北市议员跑来选 这是为什么 问号 第二个 我们有立委 我们有鲁明哲 我们有万美林 我们还有吕玉林 还有一个议长叫邱义胜 我们有四大天王 为什么我们需要 我现在这样子讲 并不是在攻击 罗志强我是告诉你 为什么这个局走到这里 看起来越来越不像要提名 在地并没有很提 所以我说当在地不提的时候 强选桃园 罗志强的强 你硬要选就难 那罗志强可不可以 就退党选 可以啊 但我觉得他对国民党的感情 应该是不至于 那我就跟大家讲清楚了 所以朱立伦主席 好啦 既然要讲 讲更多一点 看会不会有人出来跟我否认 罗志强本来上个礼拜天 今天是礼拜几 礼拜四嘛 对 上礼拜天说要请辞参选 他礼拜天都已经准备好了 宣布参选 朱立伦主席挡下来了 朱立伦主席透过 黄建廷秘书长 我们可以讲这么细好不好 讲白一点 跟他讲说 我们再跟邱毅医生议长谈看看 先不要弄到无可转还 所以后来罗志强 才把那个礼拜天 要宣布参选的那个记者会呢 对 他就先暂时取消了 可是取消以后发现说 只是缓兵之计而已嘛 那个缓兵之计就是 有看战术听亮哥分析的人 就是阿兵哥的兵 跟我一样打电动人 就变成是兵块的兵 我被缓束了你知道吗 我走到一半 我都都变很慢了 缓兵之计我就变慢了 因为那个兵系法师 放那个冷冻效果 我就变很慢了 只是拖延我而已嘛 那没有办法 因为国民党中央 桃园地方党部 三个立委加议长 我残忍的告诉大家 他们都不支持 罗志强权桃园市场 好那党中央属于谁 不会真的就是邱毅胜 叫强推的吕玉玲 党中央属于的叫做吕玉玲 好不好 我们就公开 这个节目上就讲 党中央就是要提名吕玉玲 所以吕玉玲被提名的几率 有80% 可是他的民调垫底 请问你不要激动 我们还有两位 尤其是委员 又是党部里面的人 他最清楚了 吕玉玲被提名 成为国民党桃园市 我不知道他当选 被提名80% 另外三个人 万美林 鲁明哲 跟邱毅胜 也不是0 7% 所以加起来87% 那罗志强被出现的几率 只有13% 所以87%在在地 然后13%在这个罗志强 那朱立伦主席 劝了罗志强之后呢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跟议长再谈 然后呢 尊重在地意见 就广发给国民党的 桃园市议员问卷 对 听说这个也很扯 然后你们要 你们要 你们决定要挺 还有市议员民调调查 就后来得到的答案 我们就不要讲谁谁谁 得到的答案 大家就写嘛 因为是可以自由作答 直接写名字 议员们也不是吃素的 我吃菜的 傻傻的我写了以后 被你看出来对不对 很多议员他根本不写说 我是要支持吕玉玲 还是罗志强 他写我支持在地 然后尊重党中央的决定 就这样了 漂亮吗 因为怕有那个笔记 反正大家会去勾计嘛 就会发现说 国民党议员九成都是写 支持在地 尊重党中央的决定 那党中央的决定 就看党中央决定谁嘛 那支持在地 罗志强就不是在地啊 那你就大家懂个意思吧 我真的必须要跟大家讲 强龙不压地头蛇 今天志强绝对在台湾 这个整个全国的声量上面 是强的 可是问题 他跟陶渊渊源 相对没有那么深 所以这种时候 你突然要去选 在地如果是属于 像刚刚亮哥讲 他例子太好了 高雄你怎么想 就是不会赢嘛 所以韩国瑜去选 大家不会觉得 你来抢地盘 会觉得你去牺牲打 你去承担 把我们这局挺上来 所以议员们看到 韩国瑜是开心啊 因为我们有个母鸡了 还有声量 媒体都到高雄去了 我想问零八 有没有 所以国民党议员是 死心塌地的跟着韩国瑜 谢谢他来当这个母鸡 反正你也是牺牲打 输给陈其迈 没想到珠洋变色以后 成为化学变化 对不对 天空的这个北斗气筋 突然心向一动 韩国瑜赢了 那是后续的 所以我觉得 现在谢龙界要复制 韩流变龙流 他自己的那个谢龙界 可以感动 绝不能放弃 一句话 一个眼神 然后一天都不行 一定要拼到一一二六 才有可能发生奇迹 包含民进党内 可能不够团结 但是观众朋友 我这样子苦口 不已经讲那么久 等一下再上聊天室看一下 应该又被骂惨了 刚刚有人赌内你 阿斯网友 赌内网骂我 没有 我还特别 我还特别照相照起来 他就说 他说 韩翰哥加油 很喜欢听你的 不是献哥的吗 那憲哥有上我节目 我们要忙 这个厉害 好那重点来了 桃园的问题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才会在那时候 志强在拳台行脚的时候 一次其实已经讲完三个现实了 对不对 其实四个 我为什么讲高雄 没有讲台南 因为我在台南有成 有成以性跟现容界 高雄真的目前看不到 真正愿意可以带动 而且能够影响 甚至是让陈其邦 有所忌惮的人 那桃园地方有地方的看法 我再更深入一点 不要只有讲阴谋 我们就用分析的方式 当一个政坛分析师 来跟大家报告 桃园分北桃跟南桃 北桃有闽南有外省 南桃大约是客家 而整个桃园市 其实70%是客家族群 那客家族群相对保守 他们并不是不喜欢罗志强 而在他们眼睛一看 我们不是有邱议长吗 不是有鲁明哲 外美龄跟吕玉龄吗 他们会觉得说 应该优先提这个吧 第二个鲁明哲 外美龄跟这个吕玉龄 他们是立委 罗志强不是 那有人觉得说 黄文汉你讲这个我听不下去 是 因为你很喜欢罗志强 你就觉得强哥OK 强哥可以 可是在政坛来讲 还是有论词牌配 今天一个立委 所以为什么台南陈以兴 原本要提名 因为陈以兴并是立委 现容界不是 我讲台语 这是一个战地狗 你会狗到那儿 最后跟异地狗来算 所以我在讲 如果罗志强 他原本是比如说一个部长 或者是行政院副院长 他今天政党轮替以后 他说我去选桃园的时候 大家看待不一样 哇 院长要来选我们桃园 表示重视 就不会有那么多反弹 那地方还有巴文 他的这个政治资历 虽然以前文雅总府 他是副秘书长 可是人家看的是 你的台北市议员是四年不到 那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其实强哥的声量 依旧是强 挺他的人依旧会很多 他所写的文章 他所举办的活动 一样会是网络上面 数千数万的赞 可是我想请问这些网友 你们是桃园人吗 你们可以投 罗志强一票吗 你可以影响国民党党中央 目前复查复痕 好不好 复歌 他的决定吗 没办法 所以呢 我必须才能跟大家讲 今天这集很直白 但是也很真实 我告诉你桃园现在在地的状况 他们没有不爱罗志强 而是他们觉得说应该先提在地的委员 那刚刚玉琳 那个不是玉琳 是千惠 问我提名谁 那80%就是吕玉琳